全球首个通用人工智能 AI agent Manus 发布了 但是呢 各位用不了 因为他需要邀请码 我看了一眼啊 很多人吐槽说 为什么技术人员一个都没拿到 拿到的都是自媒体博主 这个确实很难崩 虽然我也是一个自媒体博主 但各位也知道 我这个账号属实没什么排名 刚出来我就申请了 资格是没有的 那么如果是现在这种 及格营销的状态下 有人跳出来跟你说 哇我吹爆他非常牛逼 我们又赢了 你赶紧让他滚蛋 就有这种人 你要离他远一点 因为雷劈他的时候会连累到 我们先来说一下 正规渠道下 怎么去获取这个邀请码 稍后呢 我会向大家展示 在网上搜集的26个例子 首先呢 我们来到这个官网 Manus.im 然后点击开始 这里呢 就需要我们输入邀请码 如果你有的话 就直接进去了 如果没有的话 点击下面申请测试 然后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个邮箱 在下方写 我们想用这个工具来干什么 验证一下 最后提交 在下方其实也可以直接用 谷歌账号进行授权 我们可以注意到 刚刚闪现了一下主页面 他们那个主页面呢 实际上就是 minus.im -app 它这样就会闪现一下嘛 如果你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 让它不去重新向的话 也许可以绕过 最后不太懂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这26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 是泽连斯基 白宫辩论互动游戏设计 这个呢也是网上找的 因为我自己没有资格 所以在网上找了一些网友分享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生成逻辑 稍等片刻 我开始设计和开发这个模拟游戏 它呢先是搜索了资料 它不但可以执行命令 浏览信息 还可以创建文件 正在测试互动游戏功能 以启动本地服务器 那我们可以注意到 它这里竟然可以启动本地服务器 这说明它每次聊天呢 都可以在一个小沙盒里去运行东西 我将为你把游戏 部署到一个永久的公共UIL 目前游戏已经通过临时的部署 点击链接可以访问 我们点击看一下 我靠真有 那也就是说 它还提供了一个免费托管的服务 如果这个可以无线用的话 非常好玩啊 相当于里边内置了一个hacking face嘛 这个呢是收盘同花顺 点评以及策略总结 完成一套A股股神秘籍 发到公众号做参考 发到公众号嘛 它通过搜索的信息 创建了一个MD文件 我已经完成了同花顺 收盘点评和市场数据的收集工作 现在开始分析市场趋势 和板块走向 很详细啊 看起来 这些内容可直接用于你发布公众号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这能用吗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 给我详细讲讲容器 心理机的发展 显成一本传记小说 让我明白技术的来源 原理发展等 5000字即可 这一块呢 它来到了知乎 它如果不通过人间弄法 应该是看不了的 这就创建了一个目录 第一章计算机的梦想家们 第二章大型机器的先驱 第三章虚拟机的复兴 第四章容器技术的萌芽 第五章云原生时代的到来 然后在下边呢 就给了这样一个文档 看来这个用户说他要PDF 然后这边的通过命令 给他转成了PDF 看一下 好像是很牛逼啊 我做这个视频之前我没看 我想那是如果他们吵得我骂他一顿 第三个 英伟达财务估值 XL建模分析 需要为英伟达公司 做详细的财务估值建模 他们这个UI设计有点像那个Glock 就是很舒服看着 他还跟着爬虫呢 我看最后结果 给这三个文件 第一个是报告 第二个是清单 表格有点难看啊 如果你工作室做表格的话 应该还好 那你如果做汇报的话 可能 这个用户呢 用的是创始人IP顾问 周百建多语言官网吸引用户购买服务 这里呢 他提供了几个文件 然后还有一个PDF 我已经不记得这是具体哪个人分享出来的了 但他们都是公开在网络上的 所以我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块用的命令比较多 他还编了几个脚本 该网站支持四种语言版本 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 英文日文 看一下 卧槽 有点牛逼啊 他可以把提供的图片 直接部署到这个文件里 他真的就是一个小的服务器啊 我靠 这是日文的 我更想去用了 现在 小红书笔记创作指南 这个具体的细节我们就不看了 你说到你的需求 将参考你之前的笔记风格 是个广告吗 他把BF全发上去了 天才啊 最后给他是这样的 我看一下吧 他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 因为他参考了这个用户之前的文章嘛 并不是说这个模型自己的能力是这样 知识工作者如何应对失业风险 这些确实都是搞自媒体的 能看出他们给的这些东西 他让Mainas写了一篇关于Mainas的文章 很长 我不是说他这个用法不对 就是我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可是没有这个机会实施啊 然后他下面有点问题 高系统负载导致了内部服务器错误 其实稍后重视会创建一个新的绘画 我终于看到他失败了 就是我们看这个演示的话肯定非常快嘛 因为他已经是资考以及操作完成之后的 正常我们测试的时候不知道会有什么速度 因为那个Openeye的Deep Research呢 它是5分钟起步 再多的话可能就是半个小时 这个我估计也漫不到哪里去 小米苏七实验PPT介绍 看一下 他不会还能拔图片吧 这个比较有用啊 这个如果他真能拔出来的话非常牛逼了 他用HTML做了这个全聚样式 正在为小米苏七PPT添加视觉元素和图片 他真给人家扒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PPT 这个是他的PPT啊 看一下 啥呀 一顿操作猛龙虎 然后给的结果啥有事 这个PPT一般啊 他虽然是做出来了 但是很拉胯 然后是这个叫做七 什么东西 什么发展 这个班位怎么这么重啊 我靠 银行的 他们不会公园吧 我靠 我们直接看结果 他好像弄的银行相关的东西 我已经准备了完整的执行方案 包括详细的策略时间表 资源配置和效果评估等体系 你可以在附件中查看详细文档 看起来是大纲呀 没有详细的呀 这个还是大纲啊 没有前面那个 他可以部署到云端 那个让我惊喜啊 这个看起来有点大便干燥 OpenAI发展路线图 以及流程图 他这个逻辑我们看明白了 他先会搜索 搜索之后呢 创建一个这样的清单 他会一步一步的来走 他好像是进了某个人的博客 然后执行了向下滚动 然后知乎这边也向下滚动 但知乎你不把这个窗口关掉的话 你向下滚动有用吗 果然是没用的 所以他搜集知乎 应该是搜集不了的 你可以通过以下链接访问 看一下 哦 下边这个图是他画的 只不过上边这个图 怎么没有啊 没有颜色 看他最终的这个文件 然后画出来了 是这样的 25年初 这个颜色不太好分辨 这个是外国网友问的啊 全面的特斯拉股票分析和投资见解 我现在开始分析特斯拉市场情绪 包括分析师评级 让我们深入了解市场 怎么看待特斯拉的未来前景 这些图他是从哪扒来的呀 我去 不知道从哪抓来的 好消息 我已经将您的特斯拉股票分析 部署到了永久公众UIL 我们点击看一看 我靠 这是他做的 实时更新的 这个强度各位如何评价呢 行行行 小米AI眼镜各平台比价推荐 他进了淘宝 刚刚需要验证 应该卡出来了 他意识到了 我访问淘宝的时候 遇到了验证码拦截 无法获取商品链接 他先是去了小米的官网 找到了这个眼镜的价格 然后创建了一个文档 把它填入了进去 继续呢 又开始咸鱼 拼多多 他搜索完备之后呢 给出的是京东最便宜 然后其次是拼多多小米 摇里娃娃是799 这对吗 摇里娃娃上面卖的 比这个贵一半的快 我没兴趣看它对不对 我也不买 谷歌公司运营模拟器 游戏体验 玩家将扮演谷歌COO 体验重大决策 让用户过瘾的同时 也能了解谷歌的历史进程 我看它是个什么游戏 谷歌COO模拟器 我们看一下 它是这样的页面 开始游戏 简单模式 标准模式 挑战模式 简单模式 创业初期 你和搭档刚刚获得了 安迪贝克托尔斯海姆的 10万美元的投资 正是成立了谷歌公司 你们的所有已经 已经出去雏形 面临如何发展的关键决策 专注技术 资金减二 你将选择什么样的商业模式 搜索结果页面 投放横幅广告 这不他妈百度 动力守恒教学动画演示 我还附加了一个 包含所有文件的ZIP文件 我给它打开一下 长这样 Play 太棒了 将其部署到公共UIL 我们看一下 有重力 速度 是这样的 像打台球一样 实时检测小红书 行业热点趋势的工具 看他又玩什么妖蛾子 调研小红书API可用性 他自己能接触APM 他还真进去了 如何爬取小红书内容 过分 这个是不对的 不能私自爬取 我们看一下最终结果 Manus已停止 因为上下文过长 请开启一个新的对话 什么鬼 他的代码写的有点多了 然后上下文不够了 比较分析历史上 所有的MacBook型号 他开始便利网页了 这个好方便 他可以点击 我们看结果 这个是他给出的信息 2015 2019 只有这么点吗 不是完全的吧 08 09 10 一直到24年 但现在我有另一个问题 他这样出来之后 你要怎么确定 他每一个都是对的呀 这么多信息 你要一个一个查的话 不更麻烦吗 这个一看就是国内老哥问的 研究DeepSick开源后 对AI社区的影响 以及今年整体 AI技术爆发的方向 和具体技术的预测 老是访问知乎干嘛 你又进不去 我们看一下他的结果 他这个确实还挺新的 知道DeepSick开源周 我问那个格尔克 他有时候就会抽风 与TiGPT进行实轮对话 这个他怎么做到 以访问TiGPT网站 开始创建对话 我需要登录TiGPT账号 由于我无法登录账号 这需要用户凭证 我将采取替代方案 我会设计10个有趣的 多样化的问题 他模拟了 吓我一跳 我以为他可以直接 跟TiGP对话 那太扯了 这种接电问题 还没意思 马斯克的综合健康计划 我调整到结果 我看一看 他有什么健康计划 考虑到他目前的健康状况 独特的生活方式 个人喜好和雄心勃勃的目标 该计划整合了身体健康 他是做了一个建议 就是建议马斯克应该怎么样 这有用吗 这个 组织样本冷却 及低温保存系统 有点专业了 刷牙会过长 请开始一个新的对话 但他前面还是给出来一些文件 很干燥 他给这个东西 不能让人眼前一亮 我们可以制作一个蒸汽波风格的 麦娜斯通路界面作为一个艺术项目吗 这个是他创造的网站 人类历史各个时代的特点分析 人类历史直在推进 生产要素 社会形态 劳动目标与教育模式的变迁 但下面仍然不是详细的 像大纲一样的东西 这个跟XGPT差不多 他们用的模型不会拆XGPT的吧 你看 很干吧 就没法直接用嘛 除了引言和结尾 你能直接用 完整的引言报告 报告了个GP 创建一个HTML网页 通过动画通俗一种的讲解 什么是强化学习 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个结果 没有沙盒 他这个只是私人部署 没有部署到公共URL 所以我们看不了 很可惜啊 我比较好奇 他到底给出了个什么样的 那以上呢 就是我在网上搜索到的一些 别人公开分享的聊天记录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话 那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 minus.im 后边加上这个share 像这样搜索 然后这样呢 我们就能看到 别人分享出来的东西 那比如说这个嘛 最后呢 我稍微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我真的很喜欢他们这个设计啊 在每个聊天里设置一个沙盒 而且竟然可以永久的部署到云端 在其他地方引用的时候 也不用填一代码 直接把这个链接给迁入就可以了 但他这个文章生成 那我不是特别满意 还得有点死板 跟那个XGPT非常的相似啊 至于他能不能跟这个 低部署设置碰一碰 我觉得就单以这些 分享出来的东西 跟那个低部署设置比 可以碰一碰吧 你说超过他 你纯扯淡了 而且我没有这个内色资格 我不知道他的生成速度 是怎么样的 以及他是否稳定 我们可以看到在演示中呢 他有几次是双压文过长 给断掉了 那XGPT呢 目前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会接上 看起来确实是值得尝试的 如果他们开源的话就更棒了 总之呢 我收回我之前的偏见 我以为他们是炒作 就非常的垃圾 就不会好 那事实上呢 即使你是炒作 你只要东西做得好 也还行吧 为什么不找我呢 我还是很好奇 那其他博主都能找 不能找我吗 我就请问呢 我就这么没有排面吗 好了就不开玩笑了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他们官网 去申请一个看一看 看看有没有这个资格 如果你有资格的话 也可以让我借用一下嘛 大家都是一家人 说什么两家话 对吧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还是我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或者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 欢迎给个一键三连 在我有了这个 MyNAS的内测资格之后呢 我会第一时间 给大家更新视频 有什么问题和建议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足迹 最后呢 希望各位稳一点 这个早晚大家都能用上 不要被乱七八糟的人给骗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